27日前中国羽毛球队国手鲍春莱在今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自己从国家队退役之后的最新动态和未来打算 自去年9月宣布退役之后 鲍春莱对自己的动向一直保持坚默 而外界对他退役后将会从事的职业也充满了猜测 发布会现场鲍春莱第一次向外界公布了自己的最新岗位 国台办九州文化传播中心文体事业交流处经理 同时鲍春莱还接受了青海卫视的邀请 担当一档旅游行教练节目《我是冒险王》的主持人 而发布会当天碰巧也是鲍春莱的生日 两位在娱乐圈中的好友杨宗伟陈楚生同时献身发布会 为鲍春莱献身的同时也为鲍春莱新征程的起航站台出危 三人更是合唱了一首《外面的世界》来回馈现场来宾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无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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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空中虽燃烧着眼睛 我依然 能带你的回忆 PPTV北京报道